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 影响最深远的变化 是发生在物料科学中 更细致一点 可以讲是发生在物理学中 科学革命的终点 我们可以放在牛顿1687年 及17世纪末 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那里 虽然牛顿当时还没有完全提出 经典力学运动三定律的完整形式 但他的确完成了一个惊人的成就 英国诗人普版 在牛顿的物质名上 用圣经上的话赞扬牛顿 自然与自然的法则在黑夜隐藏 上帝说要有牛顿 之后世界一片光明 用圣经里面的话来赞扬牛顿 在当时可谓十足的荣耀 也证明了牛顿的伟大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 牛顿的成就有他天才十足的一面 但也少不了前人的铺垫 物理学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发展 我们要从最早的哥白尼 天文学革命讲起 哥白尼在1543年出版了《天体运行论》 在我们接触的科普读物中 一般人会讲 哥白尼开启了天文学革命 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现在更加细致的科学史研究 可能不这么看了 新的科学史家可能会讲 哥白尼的成就 可能在当时来看并不独特 或者哥白尼其实参考了 阿博天文学家已经提出的模型 这些都可能是真的 日新说在当时可能并不少见 并且哥白尼本人也明确提到过 自己受益于阿拉伯学者 不过根据这个领域的专家 最新的总结 至少从理论的完整性 和利用当时最新的天文观察结果 这两个方面看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 是独一无二的 和自己同时代的人比起来 哥白尼的独特之处 不在于他自己提出了日新说 而是他提出了一个 在理论上很有潜力 能够挑战之前地新说的学说 但是哥白尼的革命 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完成的革命 毕竟地球是运动的 这一点对于很多人来说 实在是太难接受了 这并不仅仅只涉及到 复杂的天文学计算 而是和整个物理学概念体系相关 比如科瓦雷曾经提到过 哥白尼新天文学面临的一个难题 那就是如果地球是运动的 我们跳起来之后 为什么总能够回到原地 这个问题在地新说的体系内 不是个问题 因为地球是静止的 但在日新说里边 由于地球是运动的 这个问题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批评日新说的人抓住了这一点 根据科瓦雷的研究 哥白尼也认真回答了这个问题 但是科瓦雷认为哥白尼的回应 其实是非常虚弱的 因为他面对的是整个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概念体系 当新的物理学概念体系 还没成型的时候 哥白尼很难做出像样的回答 我们在中学的时候都学过物理学 解决这个问题 只需要经典物理学中 一个看起来十分简单的概念 那就是惯性 可是在没有新的概念体系之前 我们看到就是一个跳起来 回到原地这样的现象 都能给哥白尼的日新说 造成很大的困难 所以哥白尼开始的革命 还需要其他人去完成 这里边就包括科学革命中的 那些核心人物 比如加利略 迪卡尔 牛顿和莱布尼茨等 哲学家和物理学家 当然我们举他们的名字 并不是说其他人 比如布拉赫和惠庚斯 以及现在科学史研究中的热点人物 并不重要 而是因为时间有限 只能做一个大概的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 刚才提到的人物 一般都在天文学发展上 有自己的贡献 同时这些贡献 和他们对于物体运动本质的思考 是分不开的 我们现在看起来 稀松平常 几乎成为常识的一些物理学基本概念 其实都是花了近200年时间 才真正稳定下来 并且理顺到体系内部 没有逻辑矛盾 首先我们来看伽利略 伽利略不仅在经典力学历史上 是响当当的人物 他还和很多具体的科学成就有关 比如用自己发明的望远镜 观察并记录月球上的山脉 还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 不过伽利略最重要的成就 还应该是在经典力学里 1632年 伽利略发表了著名的两个世界的对话 用对话体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概念体系 和新的物理学概念体系之间的分歧呈现出来 在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对话中 伽利略讨论了匀速直线运动和加速运动 并给出了自由落体运动时速度和时间的关系 迪卡尔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 是一个机械论哲学的一个主要代表 他在力学上也有很大的贡献 比如他也曾经提出过力学三定律 他的第一和第二定律加起来 其实说了一个类似我们现在所谓惯性定律的东西 物体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 做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 当然 他和伽利略一样有很多新发现和新理论 这里边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讲 此外 除了伽利略和迪卡尔之外 开普勒 惠更斯以及其他一些同时代的人都为力学发展做了很多贡献 根据最新的研究 有时候他们才是一些概念的真正原创者 这里时间关系我们都不讲 现在我们来到牛顿 虽然牛顿和之后的莱布尼茨还有一些交锋 他的理论也没有立即得到认同 但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肯定是科学史上数一数二的伟大作品 我自己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说话可能没那么足的底气 但一般来说 牛顿研究的专家都认为牛顿开创了一个新世界 牛顿最初出的成就 当然是牛顿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 在发表巨著之前 牛顿已经综合了之前开普勒总结的 有关行薰运动的定律 并表明自己的万有引力定律适用 除此之外 牛顿还处理了光学流血力学等等问题 甚至他连我们现在说的三体问题都研究过 牛顿的工作对于哲学还有一个意义 由于牛顿大量使用数学 他把自然哲学的门槛大大提高了 最后连当时的著名哲学家洛克都要请教别人 牛顿的数学定理是否正确 因为洛克自己的知识已经无法判断了 甚至连当时也是大数学家的莱布尼茨 都觉得一条一条定理那样跟上牛顿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莱布尼茨作为数学家 可能很多人知道的是 他和牛顿争论微积分的发明权 而作为哲学家的莱布尼茨以他的单子论闻名 但他在力学上也有很多值得记住的贡献 比如莱布尼茨在讨论运动守恒问题时 遇见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动能定理 当时他和同时代人用的概念是 Living Force或者Vis Viva 在16、17世纪 的确经典力学的成就足以让其他类型的物料科学黯然失色 不过这里当然不是说其他类型的学科没有发展 这里边就有化学或者说当时的炼金术 现在的化学史家认为 16、17世纪是化学从现在有些名声不太好的炼金术那里脱离出来的时代 这里边最著名的人物应该是波尼尔 在他手里化学不再是只有实用目的的学问 而是有了明确研究法则和方法的自然哲学 16、17世纪 我们现在意义上的生命科学也有发展 但我们要注意 我们现在称为生物学的那个学科在当时是不存在的 当时的生物学知识散落在不同的各个学科里 有自然哲学、医学、博物学等等 里边的代表人物有哈维 他主要的贡献在于血液循环的理论 另外还有维萨流丝的人体结构 这是解剖学上的大事件 最后生物学上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发现显微镜 这里边主要有列文虎克的功劳 好了 本节内容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